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规定 任何公司提供中共病毒的抗体检测 必须事先得到FDA的认证 如果一个人此前曾感染过中共病毒 体内就会存在抗体 抗体检测也是很多政府判断 是否可以重启经济的重要指标之一 不过医学界目前仍然不清楚 抗体的保护效力和时间 患者仍然不能排除在康复之后 再次被感染的可能性 目前美国共有200家公司提供抗体检测 但只有12家获得批准 瑞士罗氏制药公司最近刚刚获得FDA的紧急批准 其检测方法为静脉血液检测 而不是针刺手指取血检测 公司称其检测准确率高达99% 并计划在年底之前生产1亿个检测器 不过CBS新闻医学记者马克西·戈麦斯博士指出 他没有发现任何检测设备能达到如此高的准确度 并且这种静脉取血的检测方式的可及性 远远不如针刺手指 新唐人记者韩瑞纽约报道